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46天下来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 然后也可以通过数据能看得出来我是在稳步提升 从第一次入营刚入营的时候到中段到现在结束 我觉得通过每个数据来看我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 然后也是有在稳步的提升 当然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我觉得整个下来还是受益匪浅 然后我觉得对后面的比赛任务有良好的体能储备 也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与李莹莹感受相似的还有袁新月 昨天的卡路里自行车项目测试 她对自己的成绩比较满意 这次训练营我们的主题还是就恶步短板 然后在体能上我们进行了大量时间的训练 然后也有针对性的去提高我们的有氧吧 这方面的能力 让袁新月感到提升最明显的是长跑 昨天下午的三千米长跑体能测试 袁新月也表现抢眼 我长跑这方面我们也是就下了挺大功夫的 然后花了挺长时间在这个上面去训练 然后也是在心肺这方面的能力上 我觉得自己有所提高吧 国家女排训练营于今年2月17号开营 有55人参加最终的体能测试 这既检验了训练效果 也为中国女排组建新一届国家队 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新一届中国女排大名单也将于近日公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